如果你用今天第一個基本邏輯 就是如果你要拿回你內在平安 你需要去問你自己 其實你100%的人生 你真正 現在你24小時一個月 有多少%你其實是可以做回你自己 是你自己覺得平安舒服 你不需要說謊 但是有多少百分比呢 是不行的 你要苦心自問的 我甚至要簡單來說 就是你可能一瞎大眼 一出門口 一出你的大門 見到奶奶已經進入另一條軌跡 奶奶早晨啊 其實也不是很想叫她早晨 我們經常都這樣說 譬如我偶爾都會和我的小學同學吃飯 總之在我的生命 越早認識的人 小學同學 一吃飯 我們這群人就在這邊 就說你以前做醫生 糟糕 好想我給你醫生 但是現在是甚麼 甚麼眼科 權威 糟糕 以前你糟糕 借多兩元 人家有還過嗎 那大家沒事 真的很開心 但是後期 越後期認識的 我發現 可能我去到中學 我的百分比已經 原本可能是有八比二 可能去到中學 七比三 可能第一份工已經是六比四 可能三十歲的群仔那圈是五比五 我發現我越後認識的那些人 我越流失了那份能量 可以嗎 還有你會發現 可能你最初認識老公的時候在這裏 大家都被他在這裏 然後把兒子在這裏 現在他就在這裏 完全是靈魂都不齊了 一開門 就要應付婆婆 應付老爺那些東西 那你首先 你要為你自己做個決定 做個決定是甚麼呢 你想不想改 因為你不想改 你不想改是沒有人幫到你的 當你要改 你都有心理準備 有些生命 無論是人際關係 一些屬於你的所謂成就 如果你的成就 是犧牲你自己的愛的能量 去做人在江湖心不由己 然後換回來的成就 那些都要厲害的了 你不可能在你生命 甚麼都不變的時候 又做回自己 不合理的 想想一下 譬如我用簡單的例子 因為我是黑社會的 我現在 全香港都是我的陀地 那我突然信了主 你覺得你還可以收陀地嗎 我也是這樣計 你信了主 那錢給別人賺的了 不行我信了主 但我信了收陀地 你不可以這樣和我緒 所以我想告訴你 在我們這麼多年的經驗 尤其是我們上了這麼多課 我們發現 有些朋友 聽完我們這些另類福音也好 他經常說 我明白你們是好人 不過太遲了 他就要走 又回不了頭了 他就要走 總會有一些 但有些就會肯 他說 你有甚麼方法可以教下我呢 我也想轉 但你偽然地轉 我怕會失去所有一切 我也很害怕 有些就義無反貴 他已經輸了所有一切 你一說 他就馬上去 我自己的經驗 這個被植入的木馬程式 即是阿板 世界香港人 東方傳統植入那些 那些我過去 因為是由1995年 開始上這些心靈療癒的課程 所以過去的24年 是一些心理療癒 無論是Life Dynamic 催眠治療 NLP 總之就是任何這些所謂 心靈 心理的Healing Modality 他是幫我把這些北市 逐個拔走 那我拔走之後 我就會醒來一點 拔走了之後 我就會醒來一點 可以嗎 譬如我用第一個 基本的 最簡單的一個故事讓你知道 話說有一次 我找了一個德國佬 他是做Orasoma 靈性採柔 他又是做家族排列 可以嗎 他做了一個one on one section 最初就排列了一些靈性採柔 他就讀到我現在的心理狀態是怎樣 然後他突然間 不知為何反了神經 他就發現 我和我媽媽 有很多錯配的程式在裡面 然後怎樣呢 然後他就突然間 好兇地把整個房間 他的諮詢室的背包 這些背囊 全部砍到我身裏 就扎著我 因為我們坐在地上做那個諮詢 他就很肯扎著我 然後他說不行 你今天要處理 然後他起床 他就指著我罵 他就代表我媽媽罵我 罵我什麼呢 就是 你有沒有問過我 需不需要你的幫忙 如果我沒有問過 誰叫你背了我的東西上身 那個老公是我選的 關你鬼事 這段婚姻是我決定的 不是你要去背就背 你背我 你把那些本來是要我自己面對的東西拿走 然後口口聲聲就愛我 你有沒有想過我的感受 我連你都養得大 我有什麼咸魚沒有吃過 除非我真的搞不定 我叫你幫忙 但如果你沒有問過我 把我的責任背了上身 然後還要冠以一個孝順的名稱 請你給我 因為你根本就不尊重我 我第一次覺得 這個理論我沒有聽過 你太新鮮了 在各種方式全部補給你 但我又覺得 我有道理 如果有道理 也不是最朗命 最朗命是什麼呢 他罵他 他說你把你的東西 你沒有問過我 而把我一些人生的問題 背了上你身的東西給我 因為我其實從小到大 我都是為了要保護我媽媽 而要讀好書 就算我講有多少難關 我就算去日本讀書 什麼都可以 就算讀一些不喜歡的東西都不要緊 如果我可以保護我媽媽就可以 但那些確實是沒有問過我媽媽 你是不是需要我保護 我自己選擇 我不過我的人生 我過一個人生可以保護你 就算我讀這科 不是我想要的 但如果我讀這科 可以保護你 我都願意去做 那我就自己放棄了我的人生 但因為他這樣說 第一次是很新鮮的理論 最可怕是什麼呢 跟著他要我 他不是把我的包拿走 叫我把那些背包一個一個給他 他拿走我都沒有那麼賤格 叫我給我才發現 我不想給他 我突然發現 我真的不想給他 因為為什麼 我當年已經30歲 我一輩子 全部人的眼中都覺得阿堅是乖子的 孝順的 生性的 這個孩子真的很好 這些分是哪裏拿來的 全部都拿了媽媽的東西來搶回來的 那些分 現在我把我背的那些給他 給我 那我沒有氣組 你打爛我飯碗而已 我那些乖子孝順就沒有了 然後我發現 我不想給他 然後他就一直罵 我第一次發現 那個包其實都沒有東西 普通的包就是輕的 很重 我沒有辦法 然後哭著逐個比 那個比我突然覺得 我將我生命 某些我引以為榮 引以為傲的歷史 你呢 扯走的 嘩 一個一個 一邊痛 一邊哭 一邊痛 我終於把全部東西給了 之後 我崩潰睡在地上哭 我突然發現 我什麼都沒有了 我引以為傲 所有的成就沒有了 我過了30年 這個是我生命唯一的出發點 是我的動力沒有了 我不知道我為什麼要活了 如果我沒得再玩 保護媽媽的遊戲 但我又知道 她說的道理是對的 我完全崩潰 喊喊喊喊喊 如果我開始 我和媽媽的關係 開始變得很乾淨 簡單來說 我發覺我和她溝通 沒有了一些看似孝順 但其實暗淺又索取 看似又愛她 但其實又衝刺 好不煩啊 你知道 你誰撞媽媽就知道 誰撞媽她的手 那些全部都是賤人 那些很煩 或者你不是做媽媽 你在媽媽身上 見過那些能量的情緒手 這些就是東方傳統 為什麼想怎樣 剛才我那個問題 不是受害於我媽媽 我是那個賤人 我生未知 但當那個程式一夜扯走之後 我整個人好像輕了一半 還好當年我還年輕 我開始要思考 我再沒有得玩 要背媽媽 請過媽媽的遊戲 那我人生上怎樣 因為我想告訴你 我見過太多太多的人 她一輩子都沒有掉過這個程式 而當背了她的父母去到大半世 到她的父母可能七十歲走了 她兩路走之後 她整個人空洞了 她完全沒有生命的動力 她不知為甚麼而過 因為她已經不記得她自己是誰了 大有人在 我見過很多 因為東方傳統社會 這個能量是很濃的 如果你是多些兄弟姊妹 你會背少一些 還有如果你生了子女 相對你會有自己家庭 你自然有些愛就會落下你 你自己家庭 你就不只是向著爸爸媽媽 行不行 所以我先想讓你知道 我剛才說的故事就是 我生命有幾個很重要的木馬程式 一夜被啟走 好了 那我突然間 我就回到我那裡 我知道我要活我的人生 不是活那些東方傳統的人生 我要做我自己 不是做媽媽的兒子 行不行